韩国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显示 韩国2009年的生育率排在世界最末位 这已经是韩国连续第二年垫底 针对这种情况 韩国政府今天提出了破格应对方案 25号李宁国政府举行了执政以来 首次低生育率问题应对会议 会议由李宁国总统亲自主持 由他直接领导的未来企划委员会提出了多项建议 其中包括将小学入学年龄从目前的六周岁降低为五周岁 这样不仅毕业生可以提早步入社会 节省下来的保育费预算也可以用于提升教育质量 此外委员会还提出在大学入学和就业政策方面 优待有三个子女以上的家庭 比如政府可以资助这样的家庭高中和大学学费 家庭中父母退休年龄可以延后等 委员会同时建议奖励男性休育儿假 建立相应机制激励企业优待孕妇和产妇 并推广长期雇佣的非全日制就业 未来企划委员会表示 为阻止人口减少移民政策应更加开放 扩大多重国籍的允许范围 并推行商务教育 政府计划于明年出台具体政策 不过在预算和法令修订的问题上 政府仍然面临许多课题 政策的落实仍需时日 政策的机好 这个问题是